民间乡新街村的朝圣宫 一楼大殿中堂神房 主寺正殿妈祖 三百年历史的暖身天上圣母二妈 右殿裴寺祝生娘娘 左殿为福德正神 以及承皇尊神 二楼奉寺观世音菩萨 五斗新君神位 以及执年太岁新君神位 主位神顺水指出 西元1704年 到梅州雕刻一尊老二妈回来 在当时就建宫 至今已经有三百一十八年的历史 庙内古文物相当多 例如来台社工的暖身妈祖 西元1704年开始 由春室到梅州 雕一尊老二妈回来 从那边开始就建宫 到现在已经三百十八年 我们的古文物有三个匾 匾额 就是一个是光细人间 一个是咸宏 咸宏四连 咸宏二连 对不起 这些古文物 还有一个我们的 妈祖乡辱是光细三连 这些都是我们的古文物 之前我们台山县扣建的时候 我们的旧庙拆下来 我们还有保留一些建材 都有把它保存 现在也在云科大 在帮我们这文物鉴定 曹圣公总务蔡宁丽说 本宫第十一届管委会接任以来 发现曹圣公 确实有好多见证历史的珍贵古文物 并且透过县府文化局 进一步申请云林科技大学 前来执行文物鉴定 我们曹圣公在我们这一届 第十一届管理委员会成立以后 我们在发现到说 我们曹圣公里面 有很多的古文物 所以说我们才去申请 云林科技大学 来这边做文物认证 我相信我们在 我们这里面 在我们南投县 我们有一尊三百一十八年的 那个阮身木雕刻的那个妈祖 应该是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南投县最古老的妈祖神像 还有我们有很多的古文物 包括有一个牌匾 我是认为它是有那个历史价值的 叫恩州南北 他是一个陈云龙将军 在清朝同志年间陈云龙将军 他奉命来我们这个地带平乱 那平乱的时候 遇到了困难 那个在平乱遇到困难 结果来求我们曹圣公的妈祖 结果我们妈祖给他 他深感到妈祖给他的加持 给他帮助 他顺利平乱 以后来这边 设立一个恩州南北的牌匾 省议委员梁志忠指出 曹圣公沈顺水主委领导的庙委会 对保存宫内古文物相当有心 尤其在二楼看到许多陈列的 数百年木雕古建物 仍然保存的相当完整 例如鱼要龙门 草龙 蝙蝠 都是民族珍贵 今天来这个民间新街 这个曹圣公 发现到有很多的宝 尤其是有一些 鸡筒的在用的法器 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有这么大这么粗的一个 是鲨鱼箭 那尤其曹圣公 我会觉得它是很有 这个庙是非常有心 想要保存这个 他们的一些早期留下来的东西 那我在奥勒这边看到 有很多的木雕 就是他们以前 那个老庙宇拆下来的时候 他们都把它保存下来 这是非常难得的 尤其是这些木雕 就是那些什么鱼要龙门的鳌鱼 还有这个什么 那个草龙 还有蝙蝠 甚至于牡丹 还有那个菊花 贩售菊那些东西 我会觉得 这间庙我是建议 应该要成立一个 一个文物馆 如果有一间文物馆 来成立这些东西 那是最好的一个 最理想的一个方法 另外梁之中审委表示 目前曹圣工省主委 非常有心 用心良苦 要把宫内古文物 好好保存下来 例如他一再强调 要把曹圣工好多 可以申请提报 鉴定国家古物 一定依照程序办理 还好目前 县府文化局已介入 委托云林科技大学团队 进行古文物普查 将来文化部文资单位 开会时 会提出审核坚定 记者陈寅志 明天乡采访报道